大家好,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7月31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你能想象吗? 月球上也能进行3D列印,并且还能达到零废物的效果 这项惊人的技术利用月球上的金属废料 采用LMM技术来生产高品质的3D列印零件 这不仅可以改善人类在月球上的居住环境 同时也能避免月球土壤受到污染 考虑使用模仿月球土壤成分的替代材料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月球上建立一个类似地球的3D列印栖息地 这样可以减轻重力和辐射环境对太空人的伤害 这项计划由欧洲航天局ESA联合工程公司和OEM Minkus合作完成 并获得OHB System App和Lethos的共同支援 科研团队采用基于光刻的金属制造LMM技术 使用回收的金属废料进行3D列印 同时确保列印核后处理过程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对于建立月球基地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能够充分利用月球资源和回收费金属 减少对地球的依赖 计划中的3D列印解决方案 Hammer LA B35成功地使用回收的钛粉 并3D列印出高品质零件 其强度可与金属注射成型的钛零件相媲美 这种可持续的工作流程有助于降低废物和资源浪费 为未来月球基地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为了达到更环保的目标 计划中还考虑创造环保粘合剂 增强3D列印的预处理和后处理技术 并测试适合未来月球应用的不同模型 这将为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更可靠和高效的3D列印技术 同时减少对地球资源的需求 对于建立可持续月球基地和推进太空探索来说 这项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LMM技术的应用和金属回收技术的发展 未来将开创更稳定的烧结技术 为月球环境中的金属材料开发新的应用领域 也为人类探索太空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此外 关于月球的另一项发展是由建筑3D列印公司 Icon获得的价值5720万美元的NASA合约 该公司负责开发月球的建筑系统 Icon将与建筑公司VIC和Search家合作 开发能够在月球上永久使用的新机器 并利用月球风化层的材料进行3D列印 在之前 由学生团队开发的月球雨流减缓装置 Lunarpet已经取得了成功 这项装置能够解决登月过程中的问题 改善月球尘埃的流向减少沙尘暴的强度 进一步解决人类在月球上的适应力问题 第二则新闻 据了解雅德克KY在第二季度的合并营收达到了新高 预计第二季度的毛利率和盈益率将较第一季度有所提升 整体来看雅德克KY在上半年的营收和获利都呈现出 较去年同期成长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雅德克KY的上半年营运表现优于产业平均水平 不过受中国整体制造业复苏不如预期的影响 近期有外资将雅德克KY的平等调降至中立 另外日本工具机工业会JMTBA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的新接单数量年减21% 连续6个月处于衰退状态 尽管工具机仅是雅德克KY终端众多产业应用之一 市场仍预期这一情况对雅德克KY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需要关注中国近期开始发布各项振兴产业政策 这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同时雅德克KY在上半年也进行了线性滑轨新业务的推展 然而这一进展受到了产业景气的影响 因此下半年的进展将是市场持续观察的焦点 第三则新闻 随着特斯拉准备在约两个月内将首批Cybertrop皮卡推向市场 这家电动车制造商的兴奋情绪日益高涨 特斯拉的CEO埃隆马斯克表示 这款车型将在2023年第三季度末交付 最有可能是在9月底 作为电动车行业的领头羊 特斯拉在上半年截至6月30日以交付约89.9万辆车 创下了交付量的新记录 然而特斯拉也遇到了几个挫折 今年3月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10万辆2023年款特斯拉Model YSUV展开调查 原因是存在方向盘在行驶时脱落的问题 此后特斯拉又在中国召回了2649辆Model S车型 这些车辆是在2015年10月14日至2020年8月23日期间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生产的 这次安全召回是因为前车厢的所存在问题 可能导致前盖在行驶时弹开 这个缺陷可能会影响前方视线存在安全风险 在此之前特斯拉于2021年12月31日也因类似原因在中国召回了19697辆Model S车型 这些车辆是在2015年1月21日至2020年11月18日期间生产的 今年5月特斯拉又因中国官方的要求召回约110万辆车 这些车的生产日期在2019年1月12日至2023年4月24日期间 此次召回是因为软体更新 以允许更改制动方法并更多警告加速踏板的使用 规管机构要求对进口的Model S、Model X、Model 3以及国产的Model 3和Model Y进行召回 而根据中国国家交通安全管理局7月14日的安全召回报告 特斯拉的2023年款Model S、Model X和Model Y电动车也面临召回 涉及1337辆车 这些车辆都存在一个类似的缺陷 前向摄像头的轻角可能未对其规格 这可能导致某些主动安全功能无法使用 包括自动紧急制动 前方碰撞警告和车道保持辅助 而且不会向驾驶员发出警告提示 这些功能不可用 报告指出 如果这些主动安全功能无法使用 且未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驾驶员依赖这些功能的可能性会增加 进而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 截至目前 特斯拉公司已在2023年6月8日至7月14日期间 收到83份保修索赔和两份现场报告 与这一缺陷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 伤害或死亡报告 特斯拉已于7月17日通知所有店铺和服务中心 并将于9月12日通知车主 特斯拉服务将检查所有召回车辆的前向摄像头清脚 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所有维修将在保修期内免费进行 第四则新闻 瑞士的CSCM团队以及3D Precision SAR和Almatech SAR合作的一个重要研发项目 这个联合项目的成果是一种称为Compliant Rotation Reduction Mechanism 简称CRRM 它是一种独特的3D列印齿轮机制 拥有革命太空仪器功能的潜力 传统齿轮在太空中面临摩擦问题 容易造成零件磨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会使用润滑剂 但这可能会污染精密的太空系统 而这次的CRRM采用了全新的弯曲机制 利用弹性变形来传递力量 而无需使用独立的移动部件 CRRM由24个可弯曲的叶片组成 其中16个叶片相互锁定 这样一来转动力就可以减少10倍 这种前所未有的高精确度 使得我们可以更精密的控制旋转运动 进而让太空仪器如推进器 感测器和镜头受益 CRRM由3D Precision SAR使用高性能 不锈钢一次性制造成单一结构 具有强大的耐用性 非常适合承受严苛的太空环境 而在ESA技术发展项目中 Almatech SAR负责进行了性能测试 确认了CRRM显著提升 太空系统运作和寿命的潜力 ESA技术官员Paulo Zotram表示 可变形和刚性部件被一次性建造成单一结构 避免了任何耗时的组装和校准 而且他说 它们不寻常的形状突破了3D列印技术的界线 是先进优化技术的结果 使其具有前所未有的高灵活性和低质量 这项新进展标志着太空技术的重要时刻 展示了进步的设计和3D列印的多功能性 如何应对长期存在的挑战 成功应用CRRM将可能开启太空设备新时代 具有更优越的耐用性和增强的精密度 第五则新闻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福特克林斯的制造公司 Atmos Zero 最近推出了一款创新的全电动工业热泵 旨在取代传统的工业锅炉 大家可能对锅炉不太熟悉 它是一种大型容器内含水并通过蒸汽产生热能 这些蒸汽被用于驱动工业过程 您可能在工厂或啤酒厂等地方看到它们正在运转 然而传统的锅炉使用煤炭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 这些污染性能源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数据 普通锅炉产生了占全球7%的有害气体 这些气体导致了地球气温上升 而工业热能的产生占工业场所能耗的大约75% 可以看出锅炉在能源消耗中的重要性 然而运行这些锅炉所使用的一些毒素最终会进入地面臭氧层 这是我们呼吸的空气 对植物生长造成伤害 加重哮喘症状 还会刺激眼睛 此外锅炉产生的灰渣很少得到适当处理 造成了大量的水资源浪费 Atmos Zero成立于2021年 专注于工业蒸汽的脱炭 也就是创新技术来实现无污染蒸汽的制造 制造商需要一种能为许多应用提供热能的方法 而Atmos Zero正提供了一种更清洁的方式 使用热泵依靠电力而非锅炉所使用的煤炭或天然气 Atmos Zero的首席执行官Edison Stark告诉BusinessWire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量产高效的插电式蒸汽发生器来消除排放 以相当于今天化石燃料锅炉的成本提供0排放的蒸汽 值得一提的是 电动热泵这项技术并不是Atmos Zero首创 它已经存在一段时间 但在工业应用中尚未普及 主要原因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款像Atmos Zero这样易于扩展且价格合理的热泵 您可能会问 为什么公司不直接转向电动锅炉呢 实际上 他们已经试过这种方法 然而 这回导致巨额的电费支出 电动锅炉工作原理是通过加热线圈和金属最终煮沸水来产生蒸汽 但他们的能源效率非常低 而Atmos Zero的热泵则是通过将现有热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因此需要更少的能源 Atmos Zero计划将于2024年底与能源公司 Defos在福特克林斯的New Belgium Brewing总部合作展开热泵的试点项目 公司的发展计划非常迅速 Starp表示 根据Canary Media的报道 我们计划尽可能积极地扩展规模 这项新闻标志着科技在太空领域的一大突破 也再次证明了持续进步的设计和创新技术的重要性 成功应用Atmos Zero的热泵将可能带来新的工业时代 具有更优越的环保性和能源效率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8月1日 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 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随着出口订单的萎缩 中国的工厂活动在7月份出现了收缩现象 这给执政的共产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需要扭转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行业团体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显示 该指数从6月份的49上升至49.3 但仍低于50分的收缩水平 汇丰银行的Aaron Sheen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国的制造业PMI仍处于收缩状态 尽管速度较前1月有所缓解 但外部因素的拖累加重 这加大了北京政府支持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 可能需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措施来提振经济 中国领导人目前试图通过承诺支持创造就业和财富的企业家来振兴经济活动 但他们尚未提供可能的减税或支出细节 并且避免宣布大规模刺激措施 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利率上调以应对创纪录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中国出口的需求出现了减弱 在国内消费者对可能的失业问题感到不安 并推迟了大型购买 房地产销售作为经济引擎 也受到政府对该行业债务使用的监管政策影响 出现了疲软的情况 根据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 出口订单指数从6月份的46.4下降至46.3 远低于50分的收缩水平 截至6月份的三个月内 经济增长率从1月至3月期间的2.2%下滑至0.8% 这相当于年增长率3.2% 将是中国几十年来最疲弱的增长率 第二则新闻 在即将到来的9月份 德国将举办工具机盛会伊莫展 加成精密也将参与此次伊莫展 加成精密在滚轮突轮轴承和追随器轴承行业有着20多年的经验 专注于生产极小磨合间隙 高精确公差 高精度和优质产品 包括突轮和槽口等多样化的产品 客户群涵盖主要工具机配件制造商和国家技术研究机构 遍及台湾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 加成精密专注于滚轮突轮轴承的定制生产 他们推出的超级精细滚轮突轮轴承 经过高精度加工 直接满足使用要求 无需经过磨合测试 此外 加成精密工业在机床行业中率先推出了第四轴五轴转盘 这一创新让轴承与突轮之间的磨合关系完全消除 并提供了直接的数据 确保轴向跳动在精确范围内 大幅提升了车床的加工效率和精确度 如果您对加成精密的产品感兴趣 请务必来拜访他们在Emo展的摊位 7号管A26 亲自参观他们的展品 让您近距离了解加成精密的专业技术和优秀产品 第三则新闻 台湾工具机机零组建工业同业工会 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希望政府能够稳定电价 碳费接轨国际 协助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在稳定电价方面 工具机工会建议允许企业调降用电契约容量 这样可预估可节省固定费用十多万元 帮助企业在目前经济低迷时期降低成本负担 同时当景气恢复时政府可补助线路恢复费用 预估约一百多万元 鼓励企业积极投资并恢复正常生产运作 另外工具机工会也提到加码投资台湾 会员厂商近40家申请了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但受到COVID-19疫情及全球景气不佳影响 建筑物料成本增加 供期延长等因素 企业负担加重 他们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协助 将土地建容 机器设备贷款和周转经贷款期限各延长三年 以减轻企业负担 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此外 推动节能减碳也是工具机工会的重要提案 2024年台湾将开始征收碳费 但在国外 则是征收碳关税 即使台湾工具机产业短期内不被征收碳费 但当产品出口到国外时 可能会被国外征收一定的碳关税 因此工会希望台湾碳费制度能够与国际接轨 工具机工会表示 他们将持续以标准化程序协助产业快速水平展开碳盘查辅导 推动订定工具机产品类别规则 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 透过标准化与程序化制定程序 完成产品类别规则文件 协助产业订出碳足机系数 加速厂商完成碳盘查 第四则新闻 随着人工智慧的不断进步 未来机器人和自动化的应用将变得比以往更加普及 无论是家用的机器人吸尘器 陪伴宠物的机器人伙伴 还是能够帮助割草的机器人 他们都将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 尽管这些机器人看起来很聪明 他们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 例如 我们家中的机器人只能执行 他们事先编程好的简单任务 比如 机器人吸尘器可以在家中自动导航并吸尘 当感应器检测到墙壁时 它会试图绕过去 然而 传统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并未被设计用于应对新情况和意外变化 通常无法同时执行多项任务 幸好 谷歌DeepMind近日推出了一项创新技术 BAR-T2 这是首个适用于机器人控制的视觉语言行动 VLA模型 将机器人技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该系统是通过训练来自互联网的文本数据和图像实现的 类似于ChatGPT和BIN等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方式 RT2模型为机器人带来了更高的智能水平 这意味着机器人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情况 并且能够在面对新的环境和变化时做出适应性的反应 这项技术的应用将为机器人的功能和应用范围带来显著的扩展 有了这样的创新技术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机器人将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我们的需求 成为更加智慧和多功能的伙伴 谷歌DeepMind的RT2系统为工业与自动化领域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见未来机器人的惊人发展 第五则新闻 近日 机器人大厂FANUC发布了他们2023年4月至6月的财报 由于全球景气放缓的担忧 再加上库存调整对生产的影响时间延长 导致机器人等事业的订单大幅萎缩 因此 FANUC不得不下砍经年度的财测预估 并且修正后的财测远逊于市场预期 FANUC原先预估今年度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的合并营收目标为8195亿日元 现在下修至7503亿日元 将年减11.9% 合并营益目标则从1563亿日元下修至1183亿日元 将年减38.2% 而合并纯营目标则从1371亿日元下修至1131亿日元 将年减33.7% 值得一提的是 FANUC进行修正的财测预估是以1美元兑130日元 1欧元兑145日元为前提的试算值 而这些值均比原先预估的汇率要高 分析师的平均预估显示 FANUC新年度的盈益将达到1819亿日元 然而FANUC公布的修正值远低于市场的预期 在上季财报中 FANUC提到虽然电动车需求带动了机器人的销售增长 但自动化部门的销售却大幅减少 导致合并营收相较去年同期下滑了4.6% 而就部门别来看 上季FA部门的营收更是较去年同期大减了24.3% 而机器人机械部门也下滑了36.6% 再来看区域别 FANUC在日本国内市场的营收相较去年同期成长了4% 而在美洲市场则增长了5% 在欧洲市场更是大幅增长了24% 然而 由于中国市场的萎缩了16% 以及亚洲市场 不含中国的萎缩了17% 导致FANUC在整体上的合并营收下滑 最后 FANUC使出 上季整体订单金额较去年同期大减了24% 其中机器人部门的订单额更是较去年同期大减了23% 首度跌破1000亿日元大关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8月2日 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 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 美国制造品订单在6月再度大幅增长 根据美国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 大型制造品订单在6月份惊人地飙升 增幅接近5% 远超过分析师预期 这再次得益于同伯的交通设备订单 这是连续第四个月订单增长 显示耐用品需求依然强劲 即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积极的利率上调来抑制通货膨胀 在周三 美联储第十一次上调利率 并保留了未来进一步提高的选择 以应对弱通货膨胀难以达到2%长期目标的情况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声明 6月份制造持久财订单较上个月增长了4.7% 达到3025亿美元 这一增长超过Marketwitz经济学家调查中预期的1.5%中位数 这个惊人增长主要归因于交通设备新订单的飙升 这个部门的订单增长了12.1% 花旗集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霍伦霍斯特 在公布耐用财数据后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 制造业的衰退一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持续特征 然而 他也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制造业的衰退正在缓解 并且企业设备投资也正在增加 从修订的数据中显示 5月份耐用财订单增长了2% 主要受益于交通设备订单的提高 但若排除交通新订单仅增长了0.6% 而不包括国防订单的新订单则增长了6.2% 第二则新闻 金属积电无新甲续增工具基层重灾区 受到订单不稳和库存等影响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数据 截至本周有654家事业单位 共1330人通报实施无新甲减班休息 尽管整体数字较上周减少 但金属积电工业的无新甲人数却上升至5222人 工具基产业成为无新甲的重灾区 劳动部官员坦言 金属积电工业确实是一个较辛苦的产业 根据劳动部的公布 本周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达到1330人 其中制造业占了约八成 共8130人 而金属积电工业的人数5222人最多 大部分事业单位实施无新甲的人数在50人以下 实施期间多数为三个月 寒以下 而休息时间则以每月多休4天 5至8天为主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 司长黄维琛表示 本周有一家大型轮胎大厂实施减班休息 实施时间至7月底后不再继续 将恢复正常营运 这样减少了600多人实施无新甲 劳动部将持续观察情况 而金属积电工业中 有两家工具机产业共通报实施无新甲约200人 黄维琛观察到 内需服务业目前已趋于稳定 但外销导向的制造业仍占整体减班休息人数的约8成 其中金属积电的比例更高 金属积电涵盖了工具机上下游 金属制品 自行车零组件等产业 劳动部将继续密切观察情况 不过 资讯电子产业的外销主力并未出现大幅增加 也没有看到大型企业实施无新甲 如果电子产业回稳 相信减班休息的情况将逐渐稳定 第三则新闻 制造商们正适应着整核心技术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方法 这是Industry 4.0的核心理念 然而 下一阶段的工业化Industry 5.0已经在视野之内 Swington Silicon Systems的销售总监Richard Mao开述了 Industry 5.0级定制IC在其发展中的作用 Industry 4.0级整合自动化和数据交换的制造业 而Industry 5.0将这些特点带入了更高的层次 这个新的工业革命被欧盟描述为一个超越仅仅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工业运景 并加强了工业对社会的作用和贡献 首先 Industry 5.0强调超个性化 大规模个性化将成为可能 先进的技术如3D打印和电脑辅助设计将成为其发展的核心 制造公司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处理大量数据 创建个性化的产品配置 包装品牌和定价 数据也对实现个性化至关重要 通过数字系统和数据库 制造商可以获取个别客户的规格 指导制造过程 确保定制产品按照期望的配置进行生产 实时监控从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集成数据 帮助制造商追踪个性化产品的生产进度 解决可能出现的偏差或问题 第二点 人与机器的合作 Industry 5.0 注重高技能的人与机器并肩工作 这将进一步推动协作机器人 Cobox 在工厂中的应用 协作机器人使用多种传感器选择路径 感知环境变化并做出正确判断 扭矩传感器让机器人具有触感 使其能够安全地与环境进行交互 触感传感器帮助机器人识别 无生命物体和人类同事之间的区别 传感器技术还可帮助机器人维护 例如温度感测和机器轴模式检测 第三个要知道的是 自定义IC ASIC的角色 在Industry 5.0中 智能传感器是核心 而ASIC实现更智能 更小更精细的终端结果 ASIC通常设计成 直接与传感器原件接口 实现高效准确的信号获取 它们可以优化传感器系统设计 包括特定的条件处理 放大过滤和模拟输出数据 第四则新闻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 正在为战争带来崭新的时代 不再是传统有人驾驶的船只 美国海军第59任务部队正积极将 AI和机器人技术融入海军作战 它们打造了一支由自主机器人船只组成的舰队 旨在彻底改变海上战争的模式 这些自主机器人艇的测试场在波斯湾 它们种类繁多 包括太阳能动力的皮划艇和冲浪风格的艇 这些艇配备了尖端技术 作为海军的眼睛和耳朵 透过摄像头 雷达和水声传感器收集宝贵的数据 通过模式匹配算法 它们可以区分游轮和潜在威胁 例如走私船 其中一艘名为Triton的挺应 其长时间潜水的能力而独特 这种特点使得它能够躲避敌人的侦测 在安全时重新浮出水面 Triton可以在水下停留长达五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可以充电并将宝贵的信息传回基地 AI在第59任务部队的作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利用算法和机器学习 海军可以分析大量机器人船只收集的数据 使得它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 并快速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 AI影像生成器也被广泛应用 这引发了对艺术家未来的思考 当然 AI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在不可预测的海上航行和探测 非传统威胁方面 AI技术需要不断改进和发展 然而 海军对于AI技术的重视表现在 他们致力于走在技术的前沿 并将其无逢地融入海军作战中 这次自主机器人挺的部署 只是AI动力战争未来的一个开始 海军对于机器人技术和AI的重视 反映了军事领域自主系统的广泛趋势 无需人为干预的运作使得作战效率提高 减少了对人员的风险 并可能促成更具战略性的决策 但乌克兰战争也仅是我们 无人机和自主系统在现代冲突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乌克兰制造的带有爆炸装置的无人艇层袭击一个被俄罗斯占领的海军基地 引发对无人武器普遍使用的担忧 在这方面 海湾地区运作的第五舰队对于这些发展支支甚少 这凸显了跨区域情报分享的必要性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 对于其在战争中使用的伦理考虑变得越来越重要 自主系统做出生死决策的能力 引发了问责制和潜在意外后果的问题 在充分考虑AI能力的同时 确保人类监督和控制的合理平衡 是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关键 第五则新闻 最近南韩三名科学家在论文寓印本网站Archive 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论文 声称成功找出室温长压的超导体LK99 这个发现在科学界引起了巨大震撼 若为真将可能改变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 目前国际上多个研究团队正在试图合成LK99 并验证其实验结果 而美国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LBNL 也在最近上传了一篇论文 认为室温长压超导体LK99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这篇来自LBNL的论文中指出 该实验室的研究员使用美国能源部的超级电脑 进行了模拟计算 为千灵灰时LK99超导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透过电脑模拟 他们计算了南韩原始作者提出的材料的情况 即同原子渗透到晶体结构中并取代千原子 从而导致晶体略微变形并收缩0.5% 进一步 他们验证了这种材料存在着电子传导路径 而且这些路径位于适当的条件和位置 使得他们能够实现超导 这篇论文首次证实LK99理论上是可行的 不过 这篇论文也指出 要在同原子渗透到晶格中形成超导通道并非易事 因为需要巧妙又奇迹般的刚好排列在一起 这意味着该材料的合成很难重现 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晶体能够将同原子放置在正确的位置 然而 这篇论文仍然为南韩研究成果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室温长压超导体若能成功实现 将在实际应用上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它将大大降低能源和制造成本 并可能延长各种电子产品中的电池寿命 解决能源问题 甚至促进和融合技术的研发 另外 据称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的一个团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该团队的指导下 博士后5号和博士生扬力成功 合成了可以磁悬浮的LK99晶体 悬浮的角度比其他研究团队取得的样品更大 有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接触超导磁悬浮 这项实验首次验证了麦斯纳效应 它是超导体从一般状态相变至超导态的过程中对磁场的排斥现象 这一发现为超导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定义性值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8月3日 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 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 根据航空、国防、安全和太空组织的贸易协会X Group 最新报告 2023年上半年全球飞机订单数创下了历史记录 成为自2010年以来最佳表现 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示 2023年上半年全球共接获1667笔飞机订单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9% 堪称自2010年以来飞机订单数的最高记录 这一成就的背后得益于 2023年上半年成为X统计 开始记录以来飞机订单数最多的时期 6月份和巴黎航展的公告为全球飞机订单部增添了动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单通道飞机市场上 市场表现强劲 迄今已订购了1398架单通道飞机 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的订单数 2023年上半年 飞机订单备忘录增长了11% 达到14462架飞机 相比之下 去年同期仅增长了1% 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 这些飞机订单备忘录相当于十多年的工作量 价值达到2180亿英镑 为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外 在今年上半年 飞机制造商共交付了582架飞机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1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2023年上半年 交付了85架宽体飞机 同比增长了23% X Group首席经济学家Amy Stone表示 X不断强调行业信心的回升 考虑到目前的生产和交付日期 X已将我们今年年底的飞机交付预测 上调至1215架飞机 这将代表三年多来交付的飞机数量最多 这是飞机制造业正在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的强有力信号 尽管供应链问题仍在持续 然而 尽管订单和备忘录数字的增加 航空业复苏信心不断提升 X成员仍然持续报告英国供应链的压力 在第二季度调查中 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通货膨胀对其增长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样比例的受访者担心原材料和输入成本 X首席执行官Kevin Craven表示 在2023年上半年取得的热烈订单数是行业信心回升的非常欢迎的迹象 此外交付数字的增长支持了X对2024年制造业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预期 为了充分实现2023年上半年飞机备忘录和记录订单数带来的制造潜力 我们需要解决阻碍发展的问题 包括供应链问题和影响增长的劳动力短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X将继续与行业和政治利益相关方合作 确保专注解决影响航空业的当前问题 第二则新闻 近日台湾工具机产业面临着碳焦率的问题 对此一些企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台中经济总经理是协理黄一颖在探权交易来了论坛高雄场中表示 台中经济自2013年起便开始了智慧化绿能工厂的推动 并进行内部流程的数位转型 他们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员工共识 并设立了三居目标 即Green Factory 绿色智能工厂 Green Machine 绿色产品发展 和Green Go 数位与永续双效合一的转型 此外 台中经济也将这些方法和路径延伸到了供应商与客户 成立了零碳供应链推动计划 同样参加了探权交易来了论坛的台湾工具基纪 零组建工会理事长 永静机械总经理陈博嘉也分享了工具机产业的绿色转型 他指出 在工具机生产过程中 耗电量并不会太大 主要的能源消耗来自消费者使用机台的时候 因此工会发表了白皮书推动绿色GX和数位DX转型 制造出节能减碳的产品 同时也让机台能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AI分析 从而让产品使用者在使用更少能源的情况下达成相同的工作效果 陈博嘉提到了数位双生的概念 他们将这一理念推广给工会内的800多家会员 使生产线能够运用数位模拟方式达到99.99%的生产准确性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损耗 他认为 要实现2050年的净零目标 对工具机产业而言 制程改善是最大的帮助 他们估计 若能朝着双轴制造的方向发展 到2030年就能实现减碳20% 第三则新闻 大同大位OSPP500 这是一款崭新的下一代数控系统 最近荣获了第53届机械设计卓越奖 由日本经济产业省颁发此殊荣 OSPP500的到来将为客户实现制造数位转型带来更多可能 来自日本的工业领导者大同大位 OKUMA推出了这一下一代CNC产品 为工厂制造 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这款CNC系统具备先进的功能 可以在控制端建立一个数位双升环境 完美复制机床的控制和切割操作 这使得加工时间的估计速度超快 仅需实际加工时间的一千分之一 并且高度准确 同时使用着可以在办公室的个人电脑上进行高度精确的模拟操作 就好像实际在机床上进行加工一样 这让我们在办公室就能进行验证 大大减少了机器停机时间 而且操作面板也经过重新设计 提高了可视性和使用便捷性 就算是不熟悉竖控编程语言的初学者 只需按照指导进行 就能完成零件加工的所有步骤 包括准备、加工和检测 除了这些令人振奋的特点外 OSPP500还具有更强大的计算机处理性能 使得相同加工程序的循环时间缩短了 高达15%,同时它还提供Ecosuite Plus功能 能够更好的可视化CO2排放情况 并允许外围设备的改进和间歇操作 此外,它还与Thermal Friendly Concept 及其精确的热变形补偿 相结合,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同时保持高精度和高生产力 最后,OSPP500还配备了强大的安全功能 能够防御、保护和恢复抵抗网络攻击 它确保机器运行和加工程序等宝贵资产的安全 OSPP500的荣获卓越奖 无疑是对这项技术的高度肯定 它为工业领域带来了崭新的希望和可能 使得制造业能够更加智慧和高效 我们期待着OSPP500为工厂 带来更多积极的变革和进步 第四则新闻 根据最新的SNP Global数据显示 英国制造业在7月份陷入了更深的低谷 达到了7个月来的最低点 生产产出、新订单和出口需求都出现了下滑的情况 7月份的调整后 UK Manufacturing PMI指数为45.3 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低值 较6月份的46.5有所下降 指数低于50表示该行业处于缩缩的状态 而已经处于这一状态已有12个月了 7月份 无论是消费品、中间产品还是投资品 英国制造商的产量、新订单和就业率都出现了加速下滑的情况 企业将这一衰退归因于国内外市场疲弱 客户库存过多以及企业内部的精简努力 制造商表示7月份平均进货价格连续三个月下降 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加剧、进货需求疲弱 以及运输和能源成本降低 这些因素都与此相关 针对最新的调查结果 SN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总监罗布多布森表示 7月份英国制造业的衰退进一步加深 产出下降速度是自一月份以来最快的、过剩的客户库存 出口损失增加 较高的利率和生活成本危机共同加剧了需求下滑的令人担忧的情况 尽管制造商对该行业保持普遍积极的展望 超过一半的制造商仍预计在未来一年内产出将上升 但其他前瞻性指标显示出目前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国内和出口需求正在减弱 待处理工作的积压急剧下降 这都可能预示着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削减生产 就业和购买的可能性 采购与供应研究所 SIX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格伦博士表示 7月份制造业的前景再次变暗 产量突然下降 达到自疫情以来的最差水平之一 在过去一年中 制造商已经有11个月出现了活动减少的情况 新业务和就业水平均出现回落 总的来看 制造业的复苏似乎已经停滞不前 对于进一步加息使得借贷变得更昂贵 以及客户不愿意购买的担忧 使得这一行业在另一个月里步履维艰 但超过一半的调查受访者仍对未来12个月保持乐观 PWC英国的制造和汽车领域负责人卡拉哈菲表示 我们看到制造业继续面临压力的迹象 7月份的PMI为45.3 表明是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五则新闻 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和股市繁荣近期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让这个曾经被忽视的市场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曝光 安纳德拉吉财富副总裁费罗兹阿兹表示 印度的增长故事超越了平均水平 无论全球面临什么困境 印度的经济都运转如常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主要经济体受到高通胀的影响 但印度的通胀本来就较高 2020年1月 印度的通胀率达到7.59% 而英国和日本等其他大型经济体同期的通胀率分别为1.8%和0.8% 阿兹表示 高通胀对印度来说并不陌生 这是印度一直以来面临的情况 且一直在保持高通胀和高利率 而6月份 印度的通胀率降至4.81% 仍在印度储备银行所容忍的2%至6%的范围内 自4月份以来 央行将利率保持在6.5% 阿兹在上周接受CNBC的Scopebox Asia节目采访时表示 各项宏观变数正积极累积 我们正处于增长周期中 资本从印度家庭储蓄流入股票市场 这为印度的增长故事做出了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上调了对印度2023年增长的预测 这归因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强劲增长 以及国内投资的推动 在7月 Censex和NCT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分析师对指数未来数年带来正面回报的信心十足 梦买Waterfield Advisors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Samiar Rajan说 过去有许多人说印度是投资的好地方 但他们感到失望 因为动能会开始 然后突然停滞不前 然而最近来自国内零售和外国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流入 让投资者对印度越来越感兴趣 此外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采取中国加仪的策略 在印度设立制造业务 这提升了印度的长期前景 Kotek Mahindra资产管理的董事总经理Niles Shah表示 他说积极的情绪 更多的资金流入以及基本面的支持 都导致印度市场走高 印度整体投资正在复苏 他补充说 无论我们观察经济数据 印度都在全球的沙漠中展现出绿洲的形象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8月4日 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 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 在人工智能领域 大型语言模型引起了一场建立越来越大神经网络的竞赛 然而并非每个应用都能支持这些深度学习模型的计算和记忆要求 异态神经网络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 C-CELL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新型深度学习架构 它为某些AI问题提供了紧凑 适应性和高效的解决方案 这些网络旨在解决传统深度学习模型的一些固有挑战 异态神经网络的灵感来自于对机器学习现有方法的思考 以及考虑它们如何适用于机器人和边缘设备所提供的安全关键系统 在这些应用中 无法运行大型语言模型 因为计算和存储空间不足 因此 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希望创建一种既准确又计算高效的神经网络 以在机器人的计算机上运行 无需连接到云端 它们受到了小生物体中生物神经元的研究启发 例如献虫C-Elegance 它只有302个神经元 却能执行复杂的任务 于是 液态神经网络应运而生 液态神经网络与传统深度学习模型 有显著不同 它们使用了一种计算负担较小并稳定神经元的数学公式来进行训练 液态神经网络的高效性在于它们使用动态可调整的微分方程 使其在训练后能适应新情况 这是在典型神经网络中找不到的功能 举例来说 传统的深度神经网络需要约10万个人工神经元和50万个参数来执行车辆保持在车道的任务 相比之下 液态神经网络仅需19个神经元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种显著的尺寸减小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好处 首先 它使得液态神经网络能够在机器人和其他边缘设备中运行 其次 由于神经元较少 网络变得更易解释 这在人工智能领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传统深度学习模型的决策往往很难理解 液态神经网络解决了传统深度学习模型在理解因果关系方面的困难 液态神经网络似乎对因果关系有更好的理解 使其能够更好的应对未见过的情况 例如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训练了液态神经网络和其他几种深度学习模型 来对夏季零中的一系列视频证进行物体检测 当将液态神经网络应用到不同的环境中进行测试时 它仍然能够以高精度执行任务 相比之下 其他类型的神经网络在环境改变时性能显著下降 液态神经网络主要适用于处理连续数据流 例如视频流 音频流或温度测量序列等 然而 对于静态数据库 如Imaginet 液态网络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第二则新闻 自2013年德国开启了工业4.0竞赛以来 已经十年了 政府将数位化政策列为经济发展方针 在德国的自动化产业中 机械设备 工业测量与感应器技术 以及电脑控制系统三项是市场规模最大的 占了七成 合计价值超过960亿欧元 然而德国自动化产业的现状距离发展远景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投资不足 对于资讯安全和数据保护的高要求 以及专业人才的缺乏都是挚爱自动化产业与市场发展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的伤势由于本业出发加码投资研发取得了长足发展 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就是Soul Eurodrive Soul Eurodrive是一家 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邦市近郊的家族企业 该公司从生产电机变速箱转换器和齿轮电机起家 目前生产各种尺寸功率的电机驱动器和变频器 以及驱动扭矩超高的工业齿轮箱 2022年Soul的营业额达到42亿欧元 拥有17个装配厂和89个驱动技术中心 遍布五大周五十四个国家 该公司不仅在自动化技术的专利数量和注册商标上稳步增长 而且员工中近四分之一是电机与资讯工程师 SEW的自动化驱动技术应用范围广泛 涵盖汽车加工 饮食与包装住宿 倒污水处理 起重机技术 以及机场行李与仓储物流等多个领域 该公司在发展智慧工厂的模组概念下 还能支持规模较小的分散作业流程 或是建构小型工厂的增值单元 除了自动化工厂 SEW还将目光投向了智慧城市与智慧交通领域 该公司曾参与德国CardoCAP产观学研究案 该项目探索在地下隧道系统自动运输 符合欧洲站板规格的运输胶囊 作为传统货运系统的替代方案 此外 SEW还获得了德国官方与欧盟的资助 将工业领域中的创新解决方案 延续拓展到智慧交通与物流系统 他们正在进行名为EFU Campus Bruxelles的城市实验室计划 该计划涵盖电动车自动感应充电系统和5G通讯网络应用 并且测试区域内包裹与可回收包装的自动收发 这项专案的成果预计将在今年9月中发表 第三则新闻 据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透露 富士康将投资超过6亿美元 其中包括一个手机制造项目和一个独立的半导体设备工厂 这将成为富士康在印度的重要投资计划 卡纳塔克邦商业部长MB Partia在本周三的推文中表示 富士康和美国芯片公司应用材料 已承诺分别投资超过3.6亿美元用于手机外壳组建工厂 以及2.4亿美元用于半导体设备制造项目 这将为当地带来相当多的就业机会 手机项目预计可为12000人提供工作机会 而半导体工厂则将为1000人提供就业机会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电子制造商之一 大家对他最熟悉的身影就是苹果iPhone的主要组装厂 然而近年来 富士康积极寻求多元化发展 不仅在地理位置上 也在产品组合上努力拓展业务范畴 目前 富士康主要的业务仍集中在中国 那里运营着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 但印度一直在积极推动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 因此成为了富士康扩张计划的重要目标 除了在手机和晶片制造项目方面的投资 富士康还积极寻求成为电动车制造商 希望实现对消费电子以外的多样化发展 然而他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方面的努力至今尚未取得太大的成功 过去 富士康曾与印度金属制石油多元企业Vedanta达成协议 计划成立一家半导体和显示生产工厂 项目规模达195亿美元的合资企业 然而就在上个月 富士康却退出了这项合资企业 至于此次在卡纳塔克邦的投资 富士康在CNBC的询问下并未发表评论 而应用材料也尚未回应置评 第四则新闻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先前公布的调查显示 由于中国大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以及其他挑战 部分外资政考虑将投资及企业的亚洲营运总部撤离中国大陆 其中 新加坡是他们转移的首选目的地 达到43% 其次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执行长阿罕阿多拉曼表示 该局目前已将一些有可能因为马来西亚的投资竞争优势而考虑转移至马来西亚发展或扩大业务的外资企业列为主要接触对象 这些企业正在进行调查研究 包括成本效益分析 马来西亚具有六大优势 分别是政府清商政策 策略位置 优良基础设施 熟练劳动力 员工语言能力和具有竞争力的经商成本 这些因素使得马来西亚成为外资撤离中国大陆后多元化业务的热门投资地点 许多外资企业已与MIDA接触 评估来马来西亚投资的可行性 透过与潜在及现有外资的接触 MIDA已将一些有可能将业务转移或扩大至东南亚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的企业列入候选名单 相较于其他国家 马来西亚的营商成本相对有竞争力 使其成为寻求业务多元化的企业热门选择 当企业考虑业务转移时 通常会评估各种因素 例如制造成本 人才供应 市场机会 物流和良好的基础设施 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激励措施 近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和新冠疫情迫使在中国大陆的外资开始推行多元化业务 以降低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大陆加一策略为这些企业带来多种潜在好处 透过在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建立二级生产基地 企业可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并降低与政治不稳定 贸易争端或监管变化等因素相关的风险 此外 建立二级生产基地还可以让企业开拓新市场 接触更广泛的客户群 并享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营运成本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已预见到这一趋势 因此一直在推动马来西亚成为全球跨国企业的生产基地 马来西亚政府于2020年推出了国家经济复苏计划 Penjana搬迁激励措施 旨在吸引外资企业 尤其是来自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 搬迁或扩大业务的企业来马来西亚投资 这项措施将增强马来西亚作为本地区首选投资目的地的竞争力 并刺激马来西亚经济的成长 马来西亚欧盟商会主席奥利费罗奇表示 马来西亚经济具有良好的潜力发展 截至今年4月 欧盟与马来西亚的双边贸易额占马来西亚总贸易额的7.9% 马来西亚也是许多欧洲投资人的首选国家 第五则新闻 数字制造领导者Protolips宣布 他们再次扩展了数控加工能力 现在能够在4天内提供带有电镀的定制加工件 这意味着 从报价到制造再到运送 客户只需短短4天就能收到带有电镀处理的产品 Protolips的数控加工 全球产品总监格雷格汤普森表示 虽然传统的阳极氧化等表面处理工艺已存在一段时间 但在Protolips 他们以前无法以如此快速和大规模的方式稳定生产零件 现在客户可以在下单几天内就能收到经过全面阳极氧化或镀铬处理的零件送到办公桌上 阳极氧化和电镀不仅有助于防止零件腐蚀 增强其强度 还能改善外观 现在Protolips在加工过程中提供的所有电镀选项都可以在客户上传3D CAD模型到Protolips.com时立即选择 这些加工件适用于6082分之6061和7075铝材料 阳极氧化方面提供了三种特定类型 Type 2 Class 1 Class 2和硬化Type 3 Class 1 而各酸岩电镀方面则提供Type 2 这次快速电镀的增加是Protolips目前数控加工选项的延伸 其中包括具有灵活交货时间的先进阳极氧化和各酸岩电镀能力 对于符合AS9100和Etar需求的客户 他们可以访问Protolips的精密加工能力 而对于需要更复杂高需求零件的客户 他们可以利用该公司在HUPS的数字制造厂商网络 Protolip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布博多尔解释说 今年他们承诺向客户提供更多服务能力 而加工服务正引领着这一进程 通过独特的制造模型 将全球制造商网络与数字化工厂相结合 Protolips可以全面满足客户的原型和生产需求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